我们今天要介绍做剪辑运动的物体 它的能量 它的能量 能量跟时间的关系 还有能量跟位置的关系 那么 我们知道做剪辑运动的物体 它受的力呢 是恢复力 就跟弹簧的弹力一样 因此它就有一个potential energy 位能是二分之一kx平方 这个我们在讲弹簧的位能已经讲过了 那最大的位能呢 就是当x等于a正负a的时候 x等于正负a的时候 就是有最大位移的时候 是在二分之一ka平方 那么动能我们就用二分之一mv平方 那v跟x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上一次导出来过 v是等于Omega根号a平方减x平方 因此二分之mv平方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平方平方平方出来以后呢 就变成这一项 变成这一项 然后 根据我们现在这个 恢复力 是负kx 是负kx 那么我们就 我们在导式子的时候说过 我们是把k over m 在微分方程式里面把它当作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是Omega平方 因此我们这个Omega平方呢 可以把它变成k over m 那么它就是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的 那这就是动能跟位置的关系 动能跟位置的关系 那最大的动能就是当这个x等于0的时候 我们上次讲过 最大动能产生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平衡位置 x等于0的地方 那x等于0呢 它就是二分之kA平方 那我们看这个二分之kA平方是最大动能 也是最大的位能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剪辑运动里面 这个物体的最大动能就等于物体的最大位能 这个关系都要记住的 记住不是说要你去背它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 常常要用到这个概念 你多用几次呢 它就你就自然记住了 好 总能量在任何一个位置的总能量 就是这个位置的位能 加上这个位置的动能 那这个二分之kx平方 最大位能加上动能 等于它的最大位能 也等于它的最大动能 那么这个就是动能 这个就是动能 这个就是动能 跟胃能 这条曲线是减辑运动物体的动能 动能 你看它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动能是最大 当x等于A跟负A的时候 动能最小 那这一条曲线呢 就是它的位能曲线 位能曲线 这两个曲线呢 两个曲线在任何一个位置 我们画一条水平线的话 那么这个水平线 比如说交在这里 这个地方 那这里就是它的动能 那么再来呢 这个是动能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发现它的动能 加上 比如说任何一个位置 x 我们画一条这样的线 当x的时候 最大动能 动能在这里 x 同样一个x 位能在这里 这一段就等于这一段 那就是说 它的位能加动能 要等于总能 是一个常数 总能是一个常数 这就是它这个动能跟位能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 做减辑运动的物体啊 它是动能跟位能在那里互坏 互坏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 动能跟位能 与时间的关系 与时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t来表示这个位能的话 那它就是二分之一kx平方 这个x呢 是t的函数 那么xt呢 是等于 a平 a sin o me g t 加 θ 意思它就是等于a平方 二分之一k a平方 sin 平方 o me g t 加 θ 就是v 跟 t 的关系 然后我们可以 这个式子呢 像这里 这个就是它的什么 最大的动能 最大动能 好 因为它的最大动能也等于最大的胃能就是这个 最大动能就是最大的胃能 这个可以化成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 于是我们就把任何一个时刻做剪辑运动的物体 它的胃能跟动能加起来呢 你看我们可以把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这个我们通通写成二分之一k a平方 你把o me g 平方等于k over m 带进去 那 sin 平方 o me g t 加 θ 加上cos 平方 o me g t 加 θ 这个加起来等于1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从时间的关系来看 总能量仍然等于最大的动能 也等于最大的胃能 等于二分之一k a平方 这是一个定值 ok 那么整个这个做剪辑运动的物体 就是它的能量不断的在转换 它从胃能 比如说它在中间的时候 比如说它在两边的时候 胃能最大 动能等于零 然后就开始啊 往中间来跑了 它胃能就减小了 动能就开始增加 然后跑到最中间的时候呢 动能最大 胃能就变最小 然后它又往旁边去 然后就是动能跟胃能呢 在这个地方 它走一个cycle的时候呢 那么它不断地在那里变化 胃能转换成为动能 动能转换成为胃能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它几乎就把我们减轻运动里面 所要求的东西啊 通通求了 现在我们看这个立体 有一个质量是0.04公斤的物体 它受的恢复力呢 是F等于负KX的 受这个作用 力长速是等于一个Newton per meter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 当T等于0的时候啊 这个物体在哪里呢 在这里 它在平衡点的右方 0.1公尺的地方 它的速度呢 是0.5个meter per second向右 向右 向这边走 这是它的起初条件 现在要计算这个物体 做减轻运动的时候 它的震荡周期是什么 它的震荡频率是什么 脚频率 计算它的总能量 正伏出向脚 最大速度 最大加速度 当T等于十分之 拍个second的时候呢 这个物体的位置 速度 以及加速度是什么 你这题做下来 大概 显现运动里面的这些量 你大概都 都处理过了 那现在我们先把 已知条件写出来 实际上是0.04公斤 力常数 是一个 Newton per meter 起初条件 T等于0的时候 X0 V0就是T等于0的时候 它的位置跟速度 这是0.1公尺 正的0.1公尺 V0是 也是正的0.1个 也是正的0.1个 每秒公尺 我们在写这个式子 因为现在它是一维的运动 所以方向呢 我们是用正负号来表示 这个正号啊 我们一定要 把它的物理意义啊 要想到它的物理意义啊 正 X0就是在原点的右方 V0是正的话 就是它是朝X的正方向运动 第一个我们求它的周期 这个做解决运动的物体 它的周期呢 现在我们用的是 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 假如 X 它等于-KX的话呢 我们用的T 就是这个 二π知道了 M也知道了 K也知道了 那直接带进去就好了嘛 那算出来是 1.26个second 频率 频率呢 它是周期的导数 那就是 0.4πs 分之一 那么这就等于 0.8个Hz second per second 是一个单位 叫做Hz 好 脚频率 脚频率永远要记得 它是等于2πf 脚频率跟频率的关系 一定要记得 这个常常用 常常用 那f已经知道了 f我们这里就 把它改成 0.4πs 的导数 好 那么你这个 一除的话呢 它就变成 5 5个per second 5个per second 这个也可以写成什么呢 2π我们可以把它当做radian 弧度 那么它就是5个 radian per second 也可以 你把它写成 radian per second 也可以 你写成per second 也可以 好 第一我们看总能量 总能量呢 它是任意一个时刻的 为难加上动能 那你一定要知道 任意时刻 它的速度 跟位置 那我们知道 什么时刻的位置 跟速度呢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它的位置 跟它的速度 我们就用t等于0的 这个 这个数据来算 那我们把这个v0 平方带进去 x0 也带进去 算出来呢 它是0.01个J 我这里没有仔细的算 就是说 这都是已知的嘛 你把已知的数据 还有m跟k带进去 它就是0.01个J 政府 政府 我们要 记得 它到底等于什么呢 那你就记得 什么式子 比如说 最大的位能 EP 是等于 二分之一 k a平方 最大的动能 ek 也是等于二分之一 k a平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1也是它的总能量 也是总能量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 总能量1等于二分之一 k a平方 化成这个样子了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总能量了 总能量啊 我们就用总能量的这个式子来算 它是0.141个meter 正伏 出向 这个就是它的出向 就是当t等于0的时候 这个θ角是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x跟t的关系 是用sin来表示 你写口上也可以哦 如果这个是sin的话呢 那么我们t等于0带进去 t等于0带进去 它要等于x0 x0就是它的起初位置嘛 好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得到sinθ 是对x0被a来除 那是0.1个meter 被a1.141meter来除 就是根号1分之二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的θ角呢 我们取它的最小的角 就是四分之pi radians 就取第一向线角 OK 好 最大的速度 最大速度 我们就用 用这个概念 最大的动能 是二分之一mv maximum square 最大动能 也是最大的位能 也是它的总能量 所以我们这里 就用总能量 带进来 等于0.71个meter per second 我们也可以怎么算呢 我们也可以怎么算呢 我们算的v maximum 大小等于omega a omega a 因为你把这个为分的话 就是v嘛 v等于omega a cosomega t加θ 最大值 就是cosomega t加θ 等于1 cos这个等于1的时候嘛 就是等于omega a 那omega知道了 a也知道了 那你把它带进来 就变成0.71个meter per second 好 最大加速度呢 我们用这个值 这个常常用到 你一定要记住 OK 你常常用去算它 题目多算几次 你自然就会记住了 omega知道了 a知道了 带进去就是这么大 那么再来我们就看这个 位置与时间的关系 位置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假定x等于这个 那么a知道了 带进去 omega也知道 也带进去 θ我们也求出来 也带进去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 微分一下呢 就是任何一个时刻的速度 你就直接把这个微分 就是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式子 对时间微分一次 就是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 这是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这是加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然后时间等于多少呢 时间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十分之pi second 十分之pi second 那我们这个角 你看这个 这个叫做向角 也叫做向 我们就把向角算出来 向角是什么 5t加四分之pi 你把这个t带进去 就等于四分之三pi 那以后这个 这个角度 扩弧里面这个角度 就可以当作四分之三pi 因此 当时刻等于这么 时间这么长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刻的时候 在这个时刻 那你就 用这个式子 然后把这个呢 写成四分之三pi 三四分之三pi 是一个特殊角了 我们可以知道 那就这个等于0.1公尺 那v也是一样 v十分之pi second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 用四分之三pi来带进去 就得负着 0.5个meter per second 然后a也是一样 你把它带进去 就是这么大 那这题啊 可以说 我们所有 跟减弦运动 有关系的这些式子 我们都用到了 好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 做减弦运动的物体 它的减弦运动 跟一个做等速远周运动 的物体之间呢 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指点 在做等速远周运动 比如说做这个等速远周运动 指点p在这里 做等速远周运动 那么t等于0的时候 比如说它在这一点 那么 当t进行的时候呢 这个p点就是在这个地方转 对不对 周而复始 一直做等速远周运动 那么这个p点 它在x轴上的投影 投影 就是q点 p点在这里转的时候 这个q点就在这个地方跑 圆这里跑 当它走到这里来的时候 走到这里的时候 q点就从这个地方跑到这里来 当p点从这里再回到 这一点的时候呢 那q点就从这里又跑到这里来 如果你要看它的重轴的投影也是一样 我这没有画出来 因为画太多 太复杂 不好看出来 那比如说你在这里做一个重轴 那p点在重轴上的投影也是一样 你p点在这里做 你p点在这里做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 那么它在重轴上的投影也是在这个地方做反复的运动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指点p在这里 在这里以Omega的角速度做等速圆周运动的话 它这个圆周的半径是a 那么这个圆周 我们就 这个圆我们称为叫做参考员 因为我们不是看这个圆周运动 我们是要看这个指点在X轴或者是在Y轴上投影的运动 因此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一个参考员 p等于0的时候p点的位置在这里 比如说它的脚位置 那么我们以极坐标来说 以这个作为参考轴 那么它的脚位置就是θ p点在水平直径上投影为q点 q点对圆形O的位置是x等于acosθ 你看它的位置就是acosθ 它的位置acosθ 这个是acosθ 如果这个它以Omega的速度往这里跑 t秒钟的时候跑到这里来了 那它对这个地方的角度就是Omega t加θ 那q点的位置就是它在这里的投影 就等于a乘cosOmega t加θ 那么这里我们就显示 从这个就知道 这个x就是q点 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正好是什么关系呢 这是圆周运动 不是渐渐运动的形态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啊 但是现在我们先讲到这边的 我先讲到这边的 还有它可以讨论